那我们来看这里 这左边什么 左边这都是一堆堆论文啊 咱们打开几个来看一看 随便打开几个 随便打开几个来看一下啊 然后我都忘了之前啊参考哪个 这些论文啊 咱们先来说 为什么能被这篇这个不再看一下 为什么能被一个Bashmark收入进来啊 主要原因在于 写的好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哪里啊 另一方面啊 它是有圆满的呀 我们有圆满什么意思啊 有圆满啊 就是说人家告诉你了 怎么去做一件事 并且人家发的是一篇鼎会 在鼎会当中 大家都公认了 它这个做法在今年来说啊 是非常牛逼的 非常好的一个算法 然后啊 人家给咱们提供了什么啊 你看在这里 哎这个关掉 在这里啊 你看这有什么啊 这有他的GateHub吧 这个GateHub什么意思啊 他把圆满啊 给他放进去了 你再来看这里边 有很多个什么什么啊 你看有什么啊 有Code呀 有Code什么意思啊 其实看到这个东西啊 当时啊 我这个嘴啊 都乐得合不合来了 当时我就去楼下 买杯奶茶啊 先上来美滋滋的 看一看这个东西 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都是有他的一些圆满吧 那有圆满我能干什么啊 有圆满 因为我今天这个网可能比较慢 有圆满的时候啊 大家就可以仰天长叹一口气了 什么意思呢 人家做的这个事 做的非常好 并且怎么做的都告诉你了 还把圆满给你了 圆满是一个开源的啊 圆满给你了 你说我们在做这样一个事的时候 是不是说人家怎么做的 我给他跑通不就完事了 老板让我什么目标啊 老板让我的目标可能是 相对来说 哎呀 大师达到一个结果 那我拿给老板一个什么目标 我拿给老板说 我不说啊 我是把这个论圆满拿来了 我就说我现在做到这个水平 在学术当中 那是数一数二的 没有几个比我好的 在今年来说 这肯定是一个最牛逼算法 你就可以这么跟老板拍桌说了 老板懂吗 老板相对来说啊 他不太懂这个东西 你过 其实来说呢 你说做这个事需要多少时间啊 做这个事啊 基本上一周时间够了 三天你去读论文 剩下四天时间呢 你把不代码跑通 代码当中啊 可能人家写的啊 可能就是在效率上 在有些问题上 稍微有一些 不是那么完善吧 你给他啊按照自己的理解 在完善完善 模型呢 你可以重新训练一下 还有些圆满 还有圆满什么样 就是这个作者啊 可能就是训练他的一个 作者啊 可能就是他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啊 他考虑的问题是很多的 但是很多的这些论文的作者啊 并没有把他的一个模型 就是model 我们最终接学习 训练完不是要得到模型吗 没有把他的模型啊 放进去 那你怎么办啊 其实我之前干过很多事啊 就是我跟这个 你看台这里 哎 这个台就是有这个model的 很多 你看他这个 这个作者多好 哎 这个作者 这个应该是一个 卡费的一个版本 就是做这个检测的 他不光啊 应该是把这个代码放进来了 还把他这个代码 所涉及到 最终训练完这个模型 拿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 折你什么事了 如果说人家模型 训练很好啊 直接拿过来 就可以用了 你都自己训练 都不用省了 只要把人家找通了 那这个事啊 就完事了 所以说啊 目的在于什么 目的就在于 我们怎么样 怎么高效 完成这样一个事 那其实你说 老板给我三个月时间 我一周就能得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 那你说 一周只有给老板看吗 一周啊 你绝对不要给人看 一周你给人看啊 他会觉得你这个东西 不一定要在这抄的 也不让你在那 整过了一个东西 他可能因为 你在互联网上 哎呀 随便给我抄个东西 完事了 糊润糊润我的 你过个月月是吧 哎呀 每天啊 都筹眉紧锁的 在这看 哎呀 看起来上午 张写代码 反正你写什么 别人不知道 下午呢 你读一些论文嘛 丰富一下 自己的一个知识面嘛 愿意干什么 干什么 其实啊 在工作当中啊 我最不喜欢一件事是什么 最不喜欢的一件事 就是你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完了 你做完了之后啊 就是你去提交嘛 跟产品经纪去书啊 跟项目组去谈 然后啊 就是最烦一件事 就是这个东西啊 他们 你要懂技术还好 懂技术 你给我指点指点 哎呀 我可能愿意提了 你要不懂技术 你就看这个东西 哎跟我说 哎这块怎么样啊 那块怎么样啊 这块怎么样 哎这个遮挡现象 为什么没做好啊 你这个东西完善啊 那个东西你曾做啊 这个东西咋 我一听这个东西啊 那我脑瓜又疼 我之后 我为什么 为什么去读补啊 为什么去读补了最大的原因 就实在是不愿意去做这些 比较烦的事 比较烦什么事 你这个模型 其实你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然后那边呢 可能产品经理就觉得 哎这块应该加上什么东西 那块应该少个什么东西 这块我们应该还怎么做完善 其实啊 这个东西 有必要做得这么完善吗 没有必要啊 一堆没事找事的活儿太多了 我特别就是烦这些东西 所以说啊 在工作当中啊 也不太愿意干 后来就就走人了 这样一个故事 那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要去找这样一个Benzmark 找这个Benzmark的过程当中啊 这也是一个询问啊 这靠什么啊 这个啊 一般来说就是 可能靠大家自身的一个积累啊 你说 哎你说我怎么找到的这个Benzmark啊 这个不是我自己找的 这个是求助我之前的一个 之前的一个老同学吧 因为他之前 他是我师兄啊 之前做了很多很多事 对这方面啊 他都是比较了解的嘛 然后他去帮我找了很多的资源 然后给我借鉴了一下 那这个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 当然去找Benzmark的时候 一般我们自己去找 可以 你可以百度去搜 或者来说啊 你可以找一些学术论文嘛 学术论文当中啊 他也会进行介绍的 因为他可能会说啊 我用到哪些数据 这些数据啊 它的一个来源是什么 那数据的来源很有可能 就是这样一个Benzmark 所以说Benzmark里边可以找论文 我们也可以在论文当中 去反找这样一个Benzmark啊 有这样一个东西的 然后在看论文的时候啊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尾缀吧 它的尾缀当中啊 你一定要看啊 这篇论文它的一个级别 一般情况下 像是我做这个就是图像的啊 你看我对这个CVPR就比较敏感 在我心中啊 就是能发出CVPR一篇论文啊 那简直就是一个神呢 只有神啊 才能发出来这样一篇论文的 因为我 因为我这边 其实我也有 我也有这样一个毕业要求嘛 毕业要求也要发一篇A类的 发一篇A类啊 之前尝试过一篇 直接被剧掉了 而且被剧的非常惨啊 基本上一篇论文之后啊 有三个评稿人 三个评稿人当中啊 如果说大概啊 就是两个能同意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之前啊 投一篇A的 三个人都给我剧了 而且给我提建议啊 满满 可以说满满那么两大片子的建议吧 提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就觉得啊 能发出来这样一篇论文的人啊 简直就是神了 这个东西啊 也是我一直非常头疼一件事 若说大家有时间啊 也可以去想 我们能不能就是搞出来这样一篇东西啊 其实公司当中啊 也是鼓励你自己做这件事的 公司啊 其实就是很鼓励你 你去参加一些竞赛 参加一些学术论文 你投出来这样一篇东西啊 但是他要求你以公司名义啊 你看每年啊 像是各大巨头嘛 各大巨头 其实我们每年在评选啊 一些就是哪个行业啊 他在某个研究领域 研究比较好 一般情况下可以看什么 在某一个大家公认的顶会当中啊 公认的一个顶会当中 你说百度出产多少篇 谷歌出产多少篇 Facebook又出产多少篇 我们可以啊 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啊 评估啊 他在当前这个研究方向啊 他的一个能力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啊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不断进行一个积累的 能发出一篇论文啊 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事啊 然后当时其实 我那个是毕业的时候啊 我想去那个阿里的 阿里有一个非常好的部门啊 也是做视觉的 然后之前把简历投过去了 把简历了投过去之后啊 直接就是面试 几位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给我回复的 我当时发邮件啊 发邮件他给我回复邮件 就是说没有一篇能拿得出手的一篇顶会论文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一篇论文真的这么重要吗 然后他跟我说啊 现在这个就是他只招两个人嘛 招两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 是有两篇以上顶会论文 当时我就不说啥 直接把电话挂掉了 不解释了 解释也没用 能发出这种顶会论文的都是谁 你跟他们比是永远比不过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benchmark 在benchmark当中啊 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很多资源 那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去做 可以去啊 借鉴人家一个学习思路嘛 其实上 比如说 不光刚才我们做那个东西 就是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人人检测嘛 人人检测你说有没有benchmark啊 也是有的 你看你搜 直接就搜搜出来很多个benchmark吧 这些个benchmark里边啊 其实上 它的一个原理上来说啊 都是一样 都是做了差不多一件事 给你啊 总结好了很多篇论文 然后在这些论文当中啊 找出来几个代表性的 并且呢 它是一些啊 有那个代码的 有code的 有代码啊 是非常适合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的学习的过程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之前啊 就是我带过一些就业班嘛 我带这些就业班的时候 我跟他们怎么说啊 他们之前没做过什么项目嘛 我说你没做过项目啊 不要紧 就是你可以啊 找一篇非常屌的论文 这篇非常屌的论文啊 比如说你看你之后想做什么 做图像我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 那你做数据挖掘 可以做一些也是相关的嘛 你找出来这样一篇顶会论文 一篇顶会论文 你从头到尾透读 你给它就是透读啊 不下个就是读一篇论文 可能你要非常精神的去读啊 得不下那么时来变嘛 时来变 你读完这篇论文 从前到后就是 我让你去上台做个演讲 你都能把它说出来 把它从头到尾流程说明白了 这我觉着啊 就是读懂了一篇论文 读懂了一篇论文之后啊 然后要干什么 你把它代码从到尾的去做一遍 人家最好是按照人家给你的代码 自己先debug一遍 把人家代码都搞懂了 都搞懂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这就是自己的了 那之后你从什么说啊 之后你就出去 跟人家说我们做过什么事 证言论文当中数据是不是有 代码是不是有 流程是不是有 相当于这一个项目就出来了 你虽然说没做个东西啊 但是你有这样一个积累 我觉着啊 拿出去跟人家说 人家也不会去给你深究的 你就说之前在某创业公司当中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事 从我到尾的流程是什么样 我参考哪些东西 代码直营当中 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在这个面试官啊 最常问什么 面试官最愿意问你的 就是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怎么解决的 那其实你说一篇论文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就是解决论文的 目的就是解决问题的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所以说在论文当中啊 我们就是自己啊 就可以去构造出来 你这个项目是什么 你怎么做的 完全就给构出来 我在代理学习班的时候啊 基本上最后啊 都是给大家这样一个要求 找一个啊 一定是自己能拿出手的东西啊 到处去说 一旦啊 就是面试的时候啊 面试官一问你 你说啊 之前做过哪件事啊 这个时候你一说 我之前没做过太多相关的 我转行来了 这相对来说啊 就是比较尴尬了嘛 这个东西 最好啊 我们可以做一些 这些上面事 然后前几天 不是有同学问我啊 这个面试当中啊 怎么去办 其实呢 解决方案啊 是有很多的 我们就是可以参考 这样一个思路 要么你找一个稍微 一个论文 论文当中代码 项目稍微大一些 另一方面啊 你找一些竞赛啊 去做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啊 给它拿出手的 这些都是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然后本书马尔当中啊 这个也是靠在IG类 那你说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看 那个你说 去做什么数据挖掘 去做什么机器学习啊 它为什么都要求 是什么一个硕士以上 或者是一个博士学历啊 为什么说这个行业 要求这个学历这么高啊 那你说硕士的阶段 在干什么 硕士的阶段 你干的最多的一件事 其实我读研说 我们每天在干一件 什么事啊 每天在干的 说白了 就是去读论文啊 去读论文想起来什么 其实我们在学校 你说干了件什么事吗 真正的动手 做了什么东西吗 没做太多东西 所有的世界啊 都在看论文 但是你想 你在看论文的时候 积累什么 积累的 不光是一个 就是不光是一个阅读能力啊 而是说啊 就是我们看都是相关嘛 都是一些数据挖掘 论文嘛 看的是人家解决的一个方案啊 每周啊 就是我导师啊 其实实际上来说 他都要组织什么 每周就是我们大概三场 他只要来了 他只要来那天啊 最少得有一个人 得去把一篇论文 从头到尾的 在我们组里 就是我们组可能 像是他有带博士 带两个博士 然后带硕士带十几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庭了 在我们大家庭当中啊 必须要去讲 一个每个人 就是轮了去讲嘛 所以说我们每周在干什么 每周我们就在看论文啊 那你说这个看论文能力 重不重要啊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啊 你可以看一些要求啊 都是要求硕士级以上啊 就是要求 你这个看论文能力 一定要强 你这个找资料能力 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力 一定要强 因为我们接触数据啊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那你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啊 你说你动脑筋 自己去想 除非你是一个教授级别的 你五十多岁了 有三十年的一个阅历 你说你自己去想 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从大家 或者说从我的脚来说啊 自己去想 不太契合实际 我们最好是去抄 去模仿人间 这也是我导师跟我去说的 你就去抄 就去模仿人间 人间这么能做好 那你让人这么去做 这不就是你自己了吗 所以说啊 在大家之后的学习当中啊 我们一定要经常参考什么啊 一定要经常参考的 就是这些论文了 这些论文了